最近其实出现比较大的变化的 就是中国的崛起使美国非常之担心 美国在很多发展上 我看将来是比不上社会主义中国的 我个人的观察 其实发现美国之所以要天方白智来打压中国 其实本身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以前呢 好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 又欢迎大家收看威杰华 这个我们破天荒两个节目播出同一样东西 这是第一次 为什么 因为很难得我们有一个新频道 还有邀老板有一个是湾区发展机遇的论坛 因为最近这一年其实在大湾区的发展 也有很多机会 还有香港人即是视频买楼都是一个趋势来的 所以就这个话题呢 我们特意又是我在深圳 又认识了很多内地的嘉宾 经常和施老板有做节目 不如来个湾区论坛的节目介绍一下大湾区 尤其是施老板我知道中原自己都加大在湾区的投资 所以我也想知道湾区究竟有什么机会 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整整是上下部部份 加上是一个小时的访问 我请了是内地的专家加上施老板 内地专家其实也很厉害的 其实两个嘉宾 一个就是李余嘉的博士 他来自广东省 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助理和首席研究员 那这个机构是什么呢 广东省是住房政策 其实属于是政府机构的一个事业单位 就是他很简单对政府的政策是很了解 所以很难得请到李博士出席我们这个论坛 讲一下究竟是政府的政策层面 怎样看大湾区 OK 第二个嘉宾 其实是在威延华夏也出现过的 他就是来自志享素科的CEO是梁志勇先生的 那梁先生就是梁总 他自己我之前介绍过的住建部 也做过 其实他自己在政府部门 也做过几个部门 同样的是李余嘉博士 也是住建部以前做过的 所以他们两个是对整个政府的政策很有研究 那为什么呢 至于现在他做了CEO呢 因为政府譬如是深圳 或者其他譬如佛山 他们政府出一些政策 他们不是政府说想怎样就怎样的 他们一定是做一些研究 譬如我觉得租金加不加 加多少 市民对这些房政策有什么反应 他需要一些机构来做调研的 那梁总呢 我叫他大勇 他就是做这些调研的 所以他对这些 湾区的房地产政策 又是很熟悉的 OK 最后一个嘉宾 那施老板 我不用介绍了 那施老板会说一下 究竟有些什么 投资机遇的 所以呢 我们是第一个话题 就是李博士 说整个大湾区的政府的规划怎么样 那梁总呢 就会说一下 在租金的角度 在租金的角度 如何看我们如果香港人去投资的话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话题 通常你在大湾区买楼 你不会计租金回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 我立刻觉得有趣的话 那就请一下一会儿梁总 是说一下这个角度 那施老板就说一下 如果香港人投资 是怎么样看这个大湾区的趋势 和有什么投资的机会 那我们第一部分 就是请几个嘉宾自己先说 自己先说 跟着呢 我们后半个小时 就是大家Q&A 大家问一下问题的 但是因为梁博士 主要是讲普通话 所以我们尊重他 那几个嘉宾全部 都是用普通话来转行的 所以麻烦你 第一个呢 是我们有请 是来自广东省 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 助理首席研究员 李宇佳博士 首先介绍一下 您自己怎么样看 整个大湾区的 整个政府的规划 麻烦你 好的 主持人 嘉宁朋友好 然后香港的同胞 大家好 然后呢 对于大湾区呢 我们国家在2019年初 发布大湾区的规划以后呢 其实主要致力于 把这个区域打造为 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增长级 那么这个增长级的话 首先就是说 它是科技金融贸易 然后这个整个全产链驱动的 这样一个区域 那么我们看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说湾区的11个城市里面 那么香港和澳门的话 那它有这个贸易金融行运 然后高能教育的优势 那么对于深圳和东莞 还有广州这样的城市的话 它有这个互联网 那么高端制造 那么智能终端 那么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等方面的科技优势 那么其实对于湾区的其他城市来讲 做相关产业的上下游配套 那么在依托于我们的香港和澳门 这两个区域实现我们的这个 整个产业链的闭环 然后再通过这两个桥头堡 跟海外的紧密联系 对接海外的规则 贸易法律等规则 那么在实现我们国家一带一路的 这个伟大的梦想 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国家 最重要的一个增长值 那么2019年发布这个规划以后 其实我们所做的有几个方面的工作 现在一直在推进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这种 这种资源的 这种无障碍的流动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 现在包括港澳同胞 那么到大陆来创业 制业 那么他还有在税收待遇上 还有这个相关要素的保障上 我们都提供很大的便利 那么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在人才的认定 还有这个税收待遇的这个 这个处置上面 其实都去一致化 那么在这个资源的自由流动 现在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 当然就是疫情之后呢 受到一点的影响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交通的这个互联互通 那么其实我们说 2019年这个年初 我们说规划刚要发布以后呢 我们包括港洲大桥 那么这样的这个 连接3D的这个基础设施呢 顺利的实现了开通 还包括我们这个湾区 九个城市里面 这个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 正在实现 那么到2035年以后的话呢 基本上要实现 那么湾区十一个城市 无障碍的一小时的都市圈 那么这个这个目标是要完全实现的 那么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整个 规划刚要落实的过程中的话 我们对于这种人才的引进 和人才的认定 那么这个湾区城市是极其优惠的 那么去年的话 我们发布了这个整个湾区 在整个湾区十一个城市 在这个我们说大湾区 在九个城市里面买房 可以实现这个畅通无阻 是没有障碍的 基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 都可以去买一套房 那么现在来看我们规划 刚要实施的效果 还是不错的 我们整个湾区的九个城市 对于港澳同胞 和青年来大陆来创业 我们有很多的创业基地的项目 有很多投资计划的扶持 其实这些措施和项目 已经开始陆续落地 那么其实我们说 对于港澳来讲的话 那么由于制造业的分工发展 他们开始向更高端的 现代服务业来迈进 但是高端制造和新兴制造 那么其他一些产业 都开始向内地来转移 那么港澳的话 它未来的发展 经济上的发展 能不能取得更大的突破呢 它完全取决于 它跟深圳广州为代表的 大湾区这九个城市 能不能实现这种产业链的 这种存构 那么这样的话呢 才能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 更好的去构筑起来 这是我们说港澳在进一步 发挥它的这个龙头作用的时候 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 那么对于我们说湾区 九个城市来讲 我们知道它有广阔的内需市场 因为我们说大湾区整个除开 港澳以外呢 大概现在有一亿多人口 那么而且背靠这个大湾区的内地的话 那么泛珠三角呢 还有两到三亿的人口 这个内需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那么这个内需的话 也将成为大湾区这个消费市场 进一步拓展和科技创新 能够有一个巨大的试验场所 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巨大的保障 所以的话未来的话 我们认为就是说 越来越多的港澳居民和投资机构 企业将会到这个大湾区来 来创业投资新业 那么实现投资的二次腾飞 那么所以的话 对于房地产来讲 只要是说有了产业的重新布局 重新构造 那么有了大湾区这个人口的互联互通 大家都要向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来几句 而且大湾区的规划呢 我们知道不仅会吸引 湾区的人口资源要素的互联互通 还会吸引这个整个泛珠三角 我刚才讲的两到三亿人口呢 向这边来几句 因为我们看到呢 从其实从过去几年开始 其实广东每年都要增加 这个接近接近两百万的人口 那么其中呢 大部分80%呢都向湾区城市来几句 而且广东呢也成为全国人口 净流入最多的一个省份 其次就是这个华东的浙江 那么彰显的这个大湾区 我们在规划上面 在这个在这个市场经济发展 以及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一些优势呢 对于全国人口的积蓄效益 是非常明显的 这对于湾区的楼市 未来发展是巨大的支撑 大家也看到就是去年疫情之后 我们看到其实湾区的城市 楼市是回升是最明显的 首先就是深圳和东莞 然后蔓延到了这个广州 以及珠海 以及最近的佛山 以及大湾区的其他城市 那么然后呢 才到华东的上海 那么深圳和东莞是最先 最先复苏和回升的 那么所以的话 未来的话这种趋势也不会改变 那么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在大湾区这个置业的话 那么这个整个风险也是最低的 也是这个投资回报最有潜力的一个区域 主持人我就讲这么多 关于湾区的规划 明白 好的 接下来这个我想在Q&A的时候 我在跟这个李博士在研究 我想接下来首先想问问 接下来我们另外一个嘉宾呢 请到是来自智享树科CEO的梁志勇先生呢 这个梁总跟大家分享 从租金的角度怎么样看大湾区的投资机会 和置业的前景 谢谢你两种 好的今天我其实要讲的是 从租金方面看大湾区的一个投资趋势 主要是呢 刚才李博士呢 主要是从政策的层面 就是从湾区的发展规划 来给我们阐述了城市发展的定位 和未来的发展的趋势 那么我其实主要是从第三个层次 就是租赁 就是租赁呢 我们可以分为政府的保障性住房 和市场的租赁住房 为什么我会把它放在第三层呢 首先呢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但是可能我们以前买房子的时候 很少关注租金方面的一些事情 但是现在也是国家 重点关注和培育的一个租赁市场 那么租赁在里面呢 它是人口基数是最大的 然后房源基础也是最大的 所以呢 我会从租赁租赁方面说一下 市场发展的潜力 以及城市进入的机会的选择 这是我们国家 就是2019年颁布的一个 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政策和文件 其实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大湾区里面 第一批的城市就是广州和深圳 然后这整个城市的入围的标准是什么 入围的标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是人口净流入大的大中城市 就是未来这些城市里面的人口的流入量是很多的 以深圳为例的话大概每年的净流入的人口 大概就是50万左右 另外就是租赁需求缺口大的大中城市 所谓租赁需求缺口大的就是大量的人流入 但是他要找房子住 但是前期买房子的成本又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会进一步用培育这个租赁市场 来加大租赁住房的供给 以解决年轻人和平市民的住房问题 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大量的一个人力 智力和产业方面的支撑 那么从整个国家的政策来看 现在是三年每一年是补贴十个亿来培育 和支持当地的城市发展的 好像深圳2019年他就补贴了十个亿去扶持 他的租赁市场的发展 广州也是十个亿 那么后续从湾区的发展来看 还有两个城市会纳进去这个国家支持的 住房租赁的市场体系里面 就是佛山和东莞 那么我们这样看来 其实从政策层面看来 未来广州深圳的一线城市 和佛山东莞的新一线城市 他的住房的租赁的需求是非常的旺盛的 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就是国家进一步培育和发展这个租赁市场 他需要也可以形成一个机会 就是机构就是企业方面 他可以进入到内地市场去拓展他的房源 或者拿他的自食物业进行出租和租赁 以获得一个长期的租赁 那么其实在深圳已经有一些开发商 他已经不卖房了 他必须拿自食物业来获取长期的一个租金的回报 这是深圳目前出现的一个趋势 就是因为深圳目前呢 其实交易起来的限制性条件会比较多 特别是二手房其实严格限制比较强 但是新房其实还是比较供不应求的 但是另一方面国家为了解决这个交易市场的一些问题 就推动和扶持租赁市场的发展 那么对于个人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租赁的活跃的区域 其实就是广州深圳佛山东广了 那么首先主推一线 一线城市由于人口净流入和租赁需求大 他的租金呢其实会比较有一个稳健的增长 但是像佛山和东莞他里面有不太一样 他里面的人的住房的自有率比较高 因为他房价还不是很贵 相对于他的工资来说 大概有六成的市民都会买房 剩下四成的市民呢就会选择租房的房子去解决 大概呢他们目前来说就是说佛山和东莞的租金比较平缓 就是就是会缓慢的上升 但是另外一个城市对于珠海啊中山啊 我造庆的这是分了这三个城市 那么对个人来说 他们呢目前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目前我们统计的一个 等一下啊不好意思 租金的情况呢 就是目前呢我们以深圳为例啊 大概有186万套的商品住房 560万套的村民自建房 我们统计了大概1892个村的一个数据 其实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租金啊 其实像我们的CBD来说 大概的一个啊 啊 自建房的一个租金大概就是 70到80块钱左右 但是对于啊商品住房的租金 也就是我们所统称的住宅 大概是100块钱左右 那么我们在选择置业的过程之中 如果我们是关注租金回报率的话 首先我们应该选取的是 一帆一厅 两帆一厅的中小户型为主的 靠近CBD的核心的物业 那么它的租金呢是比较稳定 而有一个好的一个增长幅度的 如果我们选择三帆一厅 或者比较大户型 其实你会看见 由于它里面面对的人群 和一帆一厅和二帆一厅的市民 和年轻人不一样 所以它的租金其实是 较户型小的会有点下滑 另外从物业的类型来说 其实投资商务公寓的租金回报率呢 是会比投资住宅会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商务公寓的价格 会比住宅稍微低一点 所以算起来就会比较好赚 但是从整个资产的升值的情况呢 其实就是商品住宅的增值力度啊 其实会比商务公寓比较大 这就是我整体从这个租金回报率来看 这个市场就是总结一下 就是说 进入的城市以广州深圳为主 然后次选的城市是佛山和东广 那么从户型选择来说 就主要是中小户型为主 从微观区域来说 主要是核心CDD 以及靠近地铁沿线物业为主 然后从物业类型来说 是商品住宅为主 大于商务公寓的选择 这就是我整个从租金方面看整个 湾区竹林发展的一个趋势 谢谢薇薇 明白 好的 谢谢梁总 接下来我们请施老板讲讲他 怎么样看香港人投资机遇在大湾区 麻烦你施老板 这个题目其实很大 七分钟里面要决定 能够在一个地方投资 其实是很艰难的事 我是从房地产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性质 去看不应该投资 房地产呢 第一个物理性质叫不动性 它这个东西拿不走的 你不能够好像王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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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石啊 银丝变化 政治环境变化 你可以放在华里 带到其他地方去的 这种情况呢 这种情况呢 使房地产所在地的政治经济环境呢 决定了房地产的主要价格 现在呢 其实从政治上去看呢 整个世界呢 最近其实出现比较大的变化的 就是中国的崛起使美国非常之担心 它是千方百计要拖中国后腿 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 所有他能够做的地方呢 都想跟中国切断关系 使中国的经济发展 美法如上一样高出增长 所以你投大湾区投中国的时候 很多香港人面对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经济 会不会受西方的打压的影响 以后增长慢了下来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 我听很多香港人去买房子 不但买内地的房子会考虑这个问题 买香港的房子也会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我个人的观察呢 其实发现美国之所以要千方百计来打压中国 其实本身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以前呢 美国这个自由主义 以個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呢 它在工业革命之后 一段时间呢 它的生命力是非常之强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谁做总统都没问题的 你找一个做明星的来做总统 利根就是做明星的 你做一个做律师的 奥巴马做律师的 什么人都可以做总统 因为它本身的体系还是很年轻很有活力 但是现在呢 我们不能够按以前的眼光去看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他们现在已经很多内部的矛盾 谁上墙都解决不了 好像美国贫富元素的情况 他们自己也知道1比99 只是1%的人才能够享受到社会进步的好处 99%都分不倒一杯羹 所以社会矛盾是非常之激烈的 另外美国还有种族矛盾 他对黑人以前是把他看成奴隶 现在很多人还是心底力看不起黑人的 所以他们的民主矛盾也非常的问题大 加上他政治上 他其实他是说什么民主 就是几年要换一换 现在的社会呢 其实比以前复杂 一个政治上也好 经济上的规划呢 中国是五年计划 他十年还不止时间短 还可能换一换换了另外一个政党 好像特朗普做了一大段努力 所以拜登一上墙就大部分改了 特朗普把奥巴马的奥巴马care改了 变成以前的努力白费 特朗普减税 到了拜登就加税 他们就变成来来为回 不断的浪费精力 所以他们政治上其实不见得 比中国的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 政府扮演的角色 都以前他是看不起中国这种做法的 但是你看最近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在疫情下 美国就没法控制 中国就有效的多 所以中国的经济很快可以恢复增加 美国到现在才叫做好一点 好一点是比最差的时候好一点 他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原来的这个水平也很难说 所以美国在很多发展上 我看将来是比不上社会主义中国的 除了疫情之外 最近气候会议 气候会议在环保这个议题上 美国就用死墙经济来做 就会出现叫market failure 就是死墙思耗 你让企业自己去解决问题 企业就会抗利润 不抗整个社会整体的需要 全球的需要 所以中国在很多环保能源上 律师能源在三能源上都做得比美国好的 就是因为我们有国家的政策 他们以前说你们靠补贴不成的 但是这些东西不补贴 你根本没有机会靠企业自己去做 企业在补贴下可以去营运的时候 透过一定的经验 它才有提升能力 所以中国我相信未来在很多地方都会 超越美国 所以投资房地产 第一个就是要投在政治稳定 政治制度 比较有竞争力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要香港人去投资大万区 先要解决他们投资中国的前景 比现在投资西方社会的房地产更有前景 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反映它的优越性 那在中国投什么地方呢 刚才两位讲者都讲过了 中国的很多政策都对大万区放在相对的重点 加上大万区呢 我刚才虽然说西方的制度有一定的补助 但是大万区 港珠澳大万区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有香港这种受西方比较影响多的城市 可以刺激一下中国的变化 你要有不同才有变化的嘛 所以我认为呢 港珠澳大万区比强三角比黄渤海都有优点 因为我们有香港一国两制下 刺激内地的经济 因为内地的经济 其实我们没有像美国一样排除社会主义 我们在中国的经济 现在也有十强经济的部分 所以我认为香港在一些商业营运模式 金融 法治 国际贸易上都有经验 都可以对大万区产生刺激作用 所以在中国不同的经济发展区里面 我是最看好大万区的 中原在全国都有投资 但是在全国的投资里面 大万区的回报是最好的 这个不但是中国 像中原有这个看法 内地的大学商 内地的年轻人 这个印象都非常是新科的 你问大学第一的学商 你们打算去哪里 我相信他们选择深圳的 不比选择北京跟上海小 一个地方能够吸引人才 他的生产率就会高 能够营聚人 他的房屋需求就会大 所以我自己呢 在投资中国的时候呢 我认为投资大万区是首选 如果房地产呢 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不易性 就是每一个房地产都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在投资大万区的时候 也要知道大万区的发展呢 是不平衡的 有些地方可能是十万块一次 有些地方超过一万块也卖不出去 所以你听这个价钱 哪一个便宜哪一个贵呢 其实每一个地方都不同 同一个地方 桥巷啊 高低层啊 哪一个开发商发展的 管理的好不好啊 都有不一致的地方 所以我说房地产是有它的不一性 就是non homogenous 没有同一性的 所以大家买房子呢 都要小心 最好亲自实地去看 多做比较 另外呢 房地产一定受政府的政策影响 你要知道呢 中国政府现在呢 主将房地产是拿来用的 不是拿来炒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在投资的同时 要知道政府是会不断的有政策 市场过热的时候呢 政府就会出手了 所以你对房地产呢 一定要强其观察 就不能够人抢你也去抢 人家抢的最狂热的时候 你走进去 政府就一棍子打下来 那你就吃亏了 所以大家呢 要了解政府的政策 房地产呢 的确是有用的 比其他投资跟折着投的地方呢 它是既能够用 又能够投的 你跟买股票不一样 股票呢 只能够买了 等它派利息等它 升值 房地产呢 你还可以用 所以如果你不用 你就浪费了 一物两用 既投资又可以用 那你如果可以用的情况下去买呢 那你就起码 赏了租金 如果你标空在哪里 你在你就浪费资源 虽然我知道我们的同事呢 你用不用都叫你买 但是你叫我来讲 我还是跟你说 应该你有用才买 你买错了也可以用 如果你没有用的 你买来投资 一个政府的政策 不欢迎你这样做 另外呢 你买的风险 也会比人家 买了用的人 会高一点 因为时间有限 我已经讲多了 讲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施老板 我知道 通常你说大湾区 这些同事叫你不要说这么多了 听完之后好像没说 没买那样 OK 其实跟大家说 就是我们迟些新频道 会和中原房友乞合作 会推出一系列的大湾区的楼馆介绍 那么施老板都说 他是看好大湾区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们这个节目的推出 OK 下一集我们会有Q&A的 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